我之前有去醫美診所 諮詢過我的五官上面 有沒有什麼需要調整的 我就提議說因為我眼睛比較凸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那他們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是把額頭打凸一點 然後眉骨打凸一點 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凸了 可是我就是覺得 What the hell 這樣子的話變成我上半部很凸 那我下半部怎麼辦 然後他們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可以把鼻子打高一點 然後你把你的下巴拉長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打膨一點的話 那你整個人看起來就不會那麼凸了 我就是What the hell 這樣子的話我還會像人類嗎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會變 早班是管理員 每次都這樣早上出門的時候 就跟我問候 然後每次跟我問候的時候 差不多同樣的幾句就是 無非就是早安 健康發辣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句就是 我很不懂為什麼他一定要 每天都要跟我講這一句 就是 欸 早安 欸 變胖囉 欸 又變胖囉 欸 變胖囉 欸 變胖囉 欸 變胖囉 來回家那個手是 變胖囉 變胖囉 幫你原理 變老囉 變 變老 變老 欸 變老囉 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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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囉 喔 我真的不要 我真的不要 我都跟你說 我就跟妳說我真不... 我美嗎? 很美 哪裡美? 全身上下都美 妳就是在敷衍我 妳根本就不愛我了 根本就不愛我 步驟一模一樣 這什麼顏色? 我看不出來這是什麼顏色 這是護唇膏 什麼這隻? 那女的也太正了吧 那個腿怎麼辦法長成這個樣子 還穿黑絲襪 算了算了去洗澡好了 一分鐘後